有信徒这样问马兴德尊者 显教教法提到火烧功德灵 也就是所做的功德一旦没有回向 只要一生气就会把自己所做的功德全部烧掉 请问尊者做了功德一定要回向吗 万一忘记回向 那这些功德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请教导我们要怎么保住功德 马兴德尊者这样回答 元启法 是佛陀教法的根本 宽一柱 元启法是佛陀如实地观察生老病死的因缘 而证悟出来的道理 在经典通常以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 此灭故彼灭四句记来解说元启法 意思是因为有此因才会有彼果的生气 此因生彼果自然现生 若因缘改变果自然亦随之改变 若因缘熄灭果报也自然不再出现 尊者说我们在解释一样东西的时候 如果符合业果法则 符合元启法 那么它就是对的 在这里我们也用业果法则来解释 一个人造作了善业 能成为善的业力 业因造作了不善业 将形成不善的业力 恶的业因 无论是善或不善业 一旦造作之后 如果遇到适当的因缘 就会产生果报 假如没有因缘的话 就不会产生果报 但是 善业和不善业并不能互相抵消 造善业的善果 造不善业的不善果 我们不能够说造了不善业之后 再用造善业去抵消 业是独立运作的 你造多少不善业 因缘成熟了 将得到相应的不善果报 你造了多少善业 因缘成熟了 就得到相应的善果报 因此 不用担心火烧功德灵 但是我们不应当生气 生气是在造作不善业 虽然它不会削减你过去的善业功德 但你却在造作新的不善业 做功德要回向 如果你是行菩萨行的话 应把所有的功德回向 最终能正得无上佛果 如果你想正悟虐槃 想成为佛陀的真正弟子的话 你因回向所做的功德 能使你尽早断除烦恼 当然 想成为菩萨也好 成为佛弟子也好 都是为了断除烦恼 正悟涅槃 做了善事再回向 它就成为你的巴拉密 巴拉密的意思是 你做这些善事 是为了断除烦恼 假如没有回向功德 那善业还在 只不过 它会在你未来的轮回当中成熟 举不施为例 按照业果法则 如果我们不施 是为了得到财富 而没有回向成为涅槃祝愿 当不施的善业 在日后成熟 你将能获得财富 当你得到这笔钱财后 很可能会到处乱花 甚至因为这些钱财 而造不善业 但如果你发愿 愿我不施的功德 成为正悟涅槃的祝愿 那你以后 还是能得到这些不适带来的福报 这些福报可能使你 拥有支柱修行的优越的物质条件 或者用这些财富 去造更多新的善业 而这些善业 又促使你 一直走在通往正觉的道路上 不会使你应得到这些果报 而沉沦 堕落 所以我们回向的意义是希望 所造的善业 没有受到贪嗔痴的污染 并不是说不回向 它就不是善业 不是功德 它们还是功德 只不过不能使你在轮回中 越来越提升 我们学过阿皮达摩就知道 遇到好的会升起不善心 遇到不好的也会升起不善心 例如现在大家很有钱 这是福报 但有钱又容易使人 随心所欲地享受娱乐 反而会使人沉沦 因此 如果我们想要让功德更殊胜的话 第一要养成做善业的习惯 第二做了功德级的回向 回向就好像把钱存入银行 把功德变成巴拉密 巴拉密是我们政务圣道 圣果的资粮 它不会白费 以上遵者的宣说来自网络 如有不完善的地方 可能来自本人的校对错误 好了 让我们把这次听闻正法的功德做回向 愿以此法不失的功德 成为我们早日断除一切烦恼的祝愿 并把所有的功德善与一切众生分享 愿他们皆能离苦得乐 体验正法的清凉 萨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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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渡